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跟着这部电影来一趟打卡之旅吧 第一个目的地到了 李子坝轻轨站 这里人好多啊 他们都在拍什么呢 轻轨从居民楼中穿过 成为重庆独特的风景 许多游客慕名来这里打卡 游客们最喜欢拍吃轻轨 快到我袖子里来 这样的搞怪视频 你是不是也想拍一段打卡呢 从鹅岭山的山脚往上走 就是第二个目的地 一个江边的花园咖啡店 这就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拍摄取景地 电影里的主人公曾经在这里喝茶聊天 悠闲的午后 最适合在这里喝一杯茶 看着江面发会呆 逗逗猫 沿着山路继续往上走 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 电影中的许多经典场景 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这里是年轻人喜欢的文艺地标 鹅岭二场 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DJ 这个广播室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 男主人公在这里结束了一段恋情 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你也可以来一个情景再现哦 天台也是必须要上来看一下的 男主人公在这里正式告别过去 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站在这里 你是否想起了心里的那个他呢 我给你带你带我一下